女子直到凌晨才回家 然而却发现自己钥匙找不到了 于是便拨打门上张替的小广告联系开锁师傅 没想到师傅开完锁后 女子却不想给钱 之后还报了警 那么女子为何要这样做呢 随后女子说出了当时的事发情况 杨女士对此表示 当天晚上她和朋友去外面聚会 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然而到家后却发现自己钥匙丢了 本以为是落在了回家的途中 之后便按原地返回 然而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 失落地回家之后 偶然发现家门上贴着开锁的小广告 于是便赶紧给开锁师傅打了电话 但开锁师傅看现在时间太晚了 而且自己已经休息了 所以不想接这个单子 随后杨女士只好再三请求 并且还速写了苦 师傅无奈之下 也只好驱车赶来 一番操作之后 门锁被顺利打开 并且还为杨女士换了新的门锁 本以为一切处理妥当后 能拿到开锁费用回家睡觉 但这个时候杨女士却要求师傅 提供营业执照 她认为自己一个单身女性 所以要确保自身安全 要看开锁师傅是否有资质 如果开锁师傅对她图谋不轨 对门做了手脚 那简直是太恐怖了